魏晓月回来的消息在圈子里传开了 圈内外盛传她得到了知名大岛的青睐 接下来的路线是进军好莱坞 我们一行人在包间里吃饭 席间有人提到了魏晓月 荣彻给我夹菜的手顿了顿 接着又恢复了正常 那人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善善道 嫂子你别介意啊 我刚刚在朋友圈发了张照片 魏晓月问我们在哪里吃饭 我就告诉她了 我心头一跳 不知道说什么 索性抿唇不语 身旁 荣彻正面不改色地 加了一块粉丝扇背 放进我碗里 她抬眸 语气清冷 你嫂子还没那么小气 在座的都是荣彻多年的好友 在我之前 她和魏晓月的那一段 大家几乎都知道 有人拿起酒杯笑着打去 是啊 初恋都是没结果的 嫂子怎么会放在心上 不过 你们也别太担心 如今魏晓月可是大明星了 哪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大家说说笑笑 缓和气氛 我眼角的余光落在荣彻身上 她修长的手指正夹着一根香烟 烟雾缭绕 我看不清她在想什么 我简单动了两筷子 就怎么也吃不下了 我实在是太清楚 魏晓月在荣彻心里的分量 即便是分开这么多年 这三个字依然像是魔咒一般 牵动着荣彻的心 功筹交错之际 包间的门被打开 服务员身后 跟着一个穿黑色吊带裙的女人 她红唇张扬 戴着夸张的大耳环 整个人看起来自信又热烈 看来大家都猜错了 既然知道荣彻在这里 魏晓月是一定要来的 包间里的气氛有些尴尬 我看到荣彻稳如泰山地坐在原地 一点起身的意思都没有 有人笑着上去迎接她 大明星来了 有失远迎啊 周放 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 似乎更帅了 魏晓月笑着和周放寒暄 她走到我们面前时 我试图站起来 却被荣彻按回了座位 这一举动被魏晓月看到了 她脸色苍白地咬了咬唇 看起来有些不自然 荣彻好久不见啊 魏晓月笑着朝荣彻伸出手 如今她是一线女艺人 表情管理自然没得说 包间里所有的视线都落在我们这边 荣彻似乎轻轻恩了一声 她没有伸手和魏晓月回窝 只是淡淡开口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上周 魏晓月扯唇笑了笑 有些牵强 因为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就没知会你 荣彻 你不会怪我吧 指尖的烟头被荣彻按灭 她不嫌不淡地回了一句 怎么会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未婚妻 许知 荣彻干净地大手落在我的腰间 魏晓月的笑容 一下子僵在了嘴角 听到荣彻介绍 她这才用正眼瞧我 那双眸子里带着意味不明的打量 很快 她又勾起笑容 许小姐 很高兴认识你 她端起面前的酒杯敬我 魏晓月本身长得明艳动人 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我想 是个男人都很难拒绝她 当年的荣彻 一定也对她很动心吧 抱歉啊 我不擅长喝酒 我像征兴地摆了摆手 气氛安静 明眼人都能看出 我和魏晓月之间的暗流 她看了看荣彻 眼底尽是落寞 看来 荣彻真的把你保护得很好呢 酒都没教你喝 话落 她苦涩一笑 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 耳边是周放急切的声音 小月 这是荣哥的酒杯 魏晓月歪了歪头 朝周放头过去一个无辜的眼神 似乎在问 荣彻的酒杯我不能用吗 我转头看着荣彻 对于魏晓月这种亲密举动 她似乎没什么意见 我忽然觉得喉咙有些干涩 荣彻有解体 出来吃饭都会要求大家用公筷 如果有谁擅自用了她的餐具 她会毫不犹豫地让服务员换一份新的 就连身为她未婚妻的我 也是经过了漫长的几年 才有资格和她亲密无间 饶是如此 荣彻也没让我用过她的杯子 想到这里 我心里莫名有些发毒 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我看向荣彻清俊的侧颜 她懒散地点了点头 顺手拿起椅背上的西装外套 好 这就走了 我还说后半场一起去唱歌呢 周放有些意犹未尽 荣彻却牵起我的手往外走 下次吧 她干燥地掌心起了一层薄汗 是因为见到魏晓月才这样的吗 推开包间的门 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高跟鞋声 荣彻 能不能搭你的顺风车一起走 我回身 就看到了笑得很甜美的魏晓月 她抬手把头发别到耳后 举手投足 尽是风情 太晚了 我一个人打车 经纪人肯定不放心 我深吸了一口气 刚想拒绝 就看到荣彻抬脚往外面走 你们在路边等我 她声音笃定 不置可否 沉稳的语气 成功让魏晓月弯唇笑开 我怎么也没想到 荣彻会放我和魏晓月独处 自己去取车 前女友和现女友之间 能谈什么呢 风吹树叶 发出沙沙的响声 魏晓月和我一起站在路边 夜色下 她看着不远处的红绿灯发呆 下一秒 她忽然开口 我没回来之前 就听说荣彻多了个未婚妻 许小姐 既然你和她都快要结婚了 那你知道荣彻的过往吗 魏晓月挑眉看着我 她很自信 仿佛 荣彻生来就应该是爱她的 被偏爱的人 从来都是有恃无恐 她这样张扬的女人 总能让荣彻无可奈何 心甘情愿地为她花心思 我敏纯 抬手看了眼万表 魏小姐是想说 你和荣彻的那一段 文言 魏晓月有些意外 你都知道 嗯 荣彻跟我说过了 听到这里 魏晓月眼底闪过一丝得意 没想到我们分开这么久 她还没忘记呀 既然如此 许小姐 你何不知难而退呢 魏晓月定定地看着我 娱乐圈一线大花的气场 的确是压迫感十足 我不知道 是哪里来的底气 和魏晓月对视 我为什么要知难而退 你已经是过去式了 荣彻既然选择向我求婚 我才是她的未来 听到我这么说 魏晓月勾唇轻笑了一声 行啊 我倒想看看荣彻怎么选 她话音刚落 荣彻的车已经停在了路边 她降下车窗 露出清冷的侧眼 魏晓月有些抱歉地耸了耸肩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晕车 你不介意我坐副驾驶吧 她看了看我 眼神又落到了荣彻身上 见到荣彻没什么意见 她挑眉笑了笑 直接拉开副驾驶的门 坐了进去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 仿佛以前坐过无数次 我站在原地挪不动步子 现在这场景 倒显得我像个多余的 见我一动不动 容彻的眼神多了些不耐 她的手落在方向盘上 略显烦躁地扣机着 上车 我眼圈红了一下 仍旧不死心 你说过 你的副驾驶 不会在别的女人的 魏晓月呀了一声 嘟起的红唇 看起来很是娇俏 看来许小姐有些不开心了 容彻 干脆我坐在后面吧 别因为这点小事 让你们闹别扭了 她话还没说完 就被容彻冷声打断 不用 男人冷淡的声线落在晚风中 也砸进了我心里 许知 别闹了 快点上车 我一贯知道 容彻喜欢命令别人 她说话严谨一概 似乎很清楚 我从来不会反驳她 我赌气地转过身 准备拦车回家 容彻眉心跳了跳 终究还是拉开车门走了出来 感受到一股男性力量 将我包围 容彻把我扯进怀里 脸色很黑 许知 我给你脸了对吧 话落 她将我打横抱起 放在了后座 我顾不上看魏晓月此刻的表情 看我吃醋的样子 她一定觉得滑稽极了吧 说不定还在心里 骂我没有自知之明 一路上 我听到魏晓月笑容满面地 谈起过往 容彻脸上虽然没什么表情 却时不时回她一个恩 表示自己在听 那些都是我不曾参与过的过往 在他们之间 我始终都是个外人 回到家 我有些气闷地走在前面 容彻在身后 顺手关上了门 一阵天旋地转 我被容彻抵在了门后 气氛有些微妙 她单色的毛子落在我脸上 语气平静 从我去取车开始 你就板着一张脸 说说吧 到底因为什么 容彻看着我 就像是在看一个撒泼的小孩 我该怎么跟她说呢 因为魏晓月回来了 我介意他们之间有接触 还是对我自己不自信 所以才恼火 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 都是容彻不接受的 她跟我说过 她不喜欢我在赌气的状况下 和她交流 成年人应该很能懂得 控制情绪的重要性 我不喜欢她做你副驾驶 我抬眸看着容彻 她挑眉 有些意外 就因为这个 对 许知 你不是小孩子了 容彻静静地看着我 说话有理有据 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 不是漫画和小说 收起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小心眼 行吗 我自嘲一笑 大名鼎鼎的容教授 就是这样 除了在床上 她常常冷静地令人发指 她可怕的理智 显得我更像个疯子 我懒得跟她多说什么 索性推开她往里面走 容彻却低下头 将我困在她怀里 带着烟草味的土西 落在我井间 你以前从不跟我闹的 这次是为什么 许知 我以为你早就默认了 我们之间的相处方式 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是说不在意 魏晓月的存在吗 现在她仅仅只是出现在你面前 你就受不了了 容彻妈撒着我的后背 低声开口 婚都求了 马上你就是名正言顺的容太太 你不就想要和我结婚吗 走到这一步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容彻嘴角带着一丝嘲弄的意味 这话像是一根尖刺 狠狠扎进我心里 扎得我鲜血淋漓 她说的确实是事实 这几年 我像个田狗一样 跟在容彻身边 不就是为了一个名分吗 我喜欢容彻 想跟她在一起一辈子 想和她结婚 我承认 我的愿望很俗气 可见过容彻的人 谁又能把她忘个干净呢 她就像是长在悬崖边的花 妖艳得涉人心魄 哪怕为了尝一口 而粉身碎骨 都有人心甘情愿 片刻后 容彻不带温度地 稳落在我的唇上 我听见她说 这样才对吗 今晚我先洗澡 容彻这样的人 注定和我闹不起来 洗漱过后 她背对着我 睡得很沉 她睡觉的时候 不喜欢和人过多接触 除了激情过后 她会搂着我累积而眠 别的时候 我们就像是好兄弟一样 各睡各的 我静静地看着天花板 想起我出于容彻那天 我在马路上追尾了她的车 被交警拦下处理 她长得很有性张力 特别是那双性感的大手 我比写字时容易让人想如飞飞 后来 无数个晚上我被她锁住双手 肆意欺负 脑海中就会冒出一句话 容彻确实很顶 我当初没看错 我开始想尽办法缠着容彻 我知道她是大学教授 知道她性格冷淡 不喜欢别人给她添麻烦 也不喜欢红女人 没关系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 总以为能捂热她 我端着一张笑脸 跟前跟后 容彻对我算不上纵容 起初她会呵斥我 让我不要在她身上浪费时间 直到有一天 我顶着台风天赌气出门 容彻想也没想就追出来了 她的眼眶很红 叹息着将我搂进怀里 我根本给不了你想要的爱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 你这性格这么倔 究竟是随了谁 那个时候的我不明白 容彻其实是在透过我看魏晓月 只有魏晓月敢跟她犯决 只有她会时时刻刻牵动着她的心 在一起之后 我在容彻家里看到了她和魏晓月的合照 说不吃胃是假的 我悄悄难受 哭得眼睛都红肿了 第二天 容彻忽然把这些照片都烧了 她淡淡地摸着我的头 我和魏晓月的事情你都清楚 如今她已经是过去式 行了 再哭就矫情了 我想 容彻心里多多少少也是在意过我的吧 只是这种在意 和魏晓月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我们就这样一路交往 直到今年 容彻觉的时候到了 她精心准备了一场求婚仪式 我哭得稀里哗啦 在一众祝福的声音里 说出了那句 我愿意 谁也没想到 魏晓月会在这个时候回来 因为副驾驶的是闹别扭之后 我和容彻说话变少了 更多时候 她都是待在书房 不知道在做什么 而我忙着工作上的事 我隶属于一家经纪公司 如今也做到了小中层 平时的工作就是管理旗下一人 这一次飞跃奖 公司一姐宋雨桥 入围了电影《最佳女主角》 是影后桂冠强有力的竞争者 除了她之外 魏晓月也被提名 不出意外 影后要从这两个人之中产生 我提前联系了品牌方 给宋雨桥做装造 这种活动 媒体的镜头都是放大镜 如果艺人颜值状态不好 就会被营销号群潮 电脑屏幕还在亮着 我从地毯上起来 准备去厨房里抛杯咖啡 继续熬夜 容彻却穿戴整齐 有些焦急地往外走 怎么了 学校有点事 你先睡吧 别等我了 我恩了一声 看到容彻清俊的背影 消失在了玄关 门被狠狠带上 室内一片孤寂 有那么一刻我在想 许知 这样的婚姻生活 一眼就能忘到头 和容彻结婚 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答案好像忽然变得不确定了 飞跃奖颁奖当天 我作为工作人员进了那场 这份工作有个好处 就是能接触到圈子里的各种明星 我从激动到现在的淡然 圈子里那些恶臭的事件多了 对他们自然也就没有了滤镜 宋雨桥做造型时 我看到魏晓月也进了隔壁休息室 她今天心情似乎很好 看到我的时候 唇角勾起一个鸡翘的弧度 我来不及细想她这表情是什么意思 就被人叫住了 徐姐 品牌方把礼服送过来了 我点了点头 推开门进了休息室 整个颁奖活动一个多小时 最后一个奖项 颁的是影帝和影后 大屏幕上在播放着入围演员的作品片段 获得第十三届飞跃奖最佳女主角的是 主持人声音顿了顿 做足了悬念 荧幕上出现了提名演员的对脸镜头 魏晓月和宋雨桥都带着得体的笑容 一脸期待地看着台上 魏晓月女士 恭喜 我抿了抿唇 看到宋雨桥的眼神有些落寞 很快 她又恢复了笑容 甚至起身和魏晓月拥抱了一下 身旁 有工作人员叹了口气 宋雨桥本来今年就该得奖了 没想到横空杀出来个魏晓月 要论应实力 她的演技实在是比不上宋雨桥 可惜人家在嘎那已经拿过奖了 冲着这个 评委也要卖嘎那电影节一个面子 这话里的意思不言而喻 宋雨桥今年算是陪跑了 台上 魏晓月穿着一身鱼尾裙 听听阿娜 场面话说完之后 她的视线忽然落到台下 魏晓月的眼圈瞬间红了 其实今天我最想感谢的 是我的初恋 荣先生 当初如果不是她支持我 包容我 我也不会坚定地走向演艺这条路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我们一辈子都是彼此最亲的人 听到这番话 我挤背僵硬 荣彻 她难道在现场吗 现场的摄影机很专业 下一秒 大屏幕上很适时地出现了荣彻的身影 她坐在前排 看向魏晓月的那张侧脸满是宠溺 我只觉得呼吸困难 荣彻从不愿意关注娱乐圈的事 就连我这份工作 她也并不看好 娱乐性质太强 我不喜欢 荣彻身上是有些文人气质的 我能理解 所以我很少在她面前提起我的工作 可是现在呢 因为魏晓月 她甚至跑来了颁奖典礼现场 这么嘈杂的环境里 她们两个人的眼中仿佛只能看得到对方 现场的粉丝都在失控尖叫 我的老天鹅 魏姐的初恋长得好帅啊 可不是吗 我看这两人简直是郎才女貌 求复合 同意同意 现在魏姐也闯荡出来了 两个人真的不能复合吗 这位荣先生我认识 她好像是我妹妹的大学教授 人家貌似有未婚妻了 是啊 你们别瞎磕 说不定正牌未婚妻今天在现场呢 亲 魏姐和荣先生才是绝配好吗 这年头没结婚 就算是单身 支持魏姐把荣先生抢回来 我自嘲一笑 转身离开了那场 休息室里 魏晓月正调皮地扯着荣彻的领带 却被嗓音音哑的男人制止 小月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知道啊 刚拿了奖开心吗 荣彻 我现在就想要 魏晓月笑得万种风情 手已经通过领口 摸到了荣彻的腹肌 是我好看 还是许知好看 魏晓月凑上去 吻着荣彻的喉结 激起男人阵阵低喘 不说话 魏晓月俏皮一笑 柔弱无骨地手攀上了男人的后背 前几天在床上的时候 你说我比许知好看 荣彻 你说的是真心的吗 向来清冷的男人 此刻任由魏晓月缠着他作乱 他笑得有些无奈 怎么还是小孩子脾气 嗯 我不管 我就是猝死了 一想到你和许知求婚 我就不开心 休息室里充斥着热烈的鸡吻声 下一秒 不知是谁打开了休息室的门 啊 不好意思 魏姐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就你一个人在休息室里 年轻的小助理 羞红了脸 根本不敢抬头看衣衫凌乱的两人 怎么做似的 骤然被打断 魏晓月的脸色很难看 去经纪人那边领工资吧 我这里不需要没有眼力见的助理 小姑娘急得快要哭出来 捂着脸跑走了 荣澈无奈地摸了摸魏晓月的后脑勺 那姑娘年纪还小 你何必动这么大气 话落 荣澈散漫地走过去关门 却猝不及防和站在门边的我对上视线 荣澈的脸慌乱了一瞬 许知 你怎么在这里 我看着他 一向一丝不苟且严肃的荣教授 此刻领口的两颗扣子已经被解开 他的锁骨上甚至有魏晓月的红唇印 无端把我的眼泪积了出来 那我应该在哪 我淡淡开口 语气平静 荣澈想要给我擦眼泪 我一个后退 他的手盾在了半空中 下一秒 他有些烦躁地深吸了一口气 许知 我可以解释的 不必了吧 我努力扯出一个笑容 其实前几天我就想跟你说了 只是一直找不到机会 荣澈 我们的婚礼还是取消吧 听到我这么说 荣澈眉心动了动 你认真的 对 许知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不要带着情绪和我说话 我现在很冷静 那你究竟什么意思 荣澈 我看明白了 我们好像真的不合适 所以 还是放过彼此吧 他轻敏了一下唇 良久 露出一个无所谓的笑容 行啊 分就分呗 只要你不后悔 婚礼取消 荣澈一次 也没露过面 我向公司申请了调取分部 那里正好在我家乡的城市 亲朋好友也在那边 为了能和荣澈结婚 这几年我背井离乡 到头来 却是落了一场空 登机前 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荣澈往我的卡里 打了三百万 以后好好照顾自己 我收了 没别的 我照顾荣澈五年 这是我应得的 退回去才是傻子 父母知道我和荣澈的事 都默契地选择不过问 那孩子没有福气 差一点就取到我们小只了 我弯纯笑了笑 什么也没说 父母把隔壁洞的小屋 腾出来给我住 家里的一切都没有变过 跟我走之前一样 好像生活终于进入了平静的正轨 大约是我太久不在家了 洗完澡出来时 发现客厅里的灯烧坏了 屋子里黑漆漆的 我摸索着点了一根蜡烛 顺手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让他过来修 电话里 他哈欠连天 似乎困得不得了 我刚吹干头发 门就被敲响了 来得这么快 爸 打开门的那一刻 我一秒晋升 门口站着的不是我爸 而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手上拿着一个漂亮的灯泡 同样也在盯着我 叫谁爸呢 男人勾唇笑得狡黠 许知是吧 叔叔给我打电话 让我来帮你修灯泡 我后知后觉 呕了一声 让开一个身位 让他进门 他利索地在我屋里 找到了工具包 撑起梯子 一边修灯泡 一边跟我搭话 还没自我介绍呢 我叫沈家树 听你爸妈说 你是从北城回来的 我点了点头 看他动作这么娴熟 连我家里的东西 在哪都知道 我心里更加疑惑了 他瞟了我一眼 脸上带着了然的笑意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 叔叔阿姨 把你这套房子 给我住了一段时间 有些电器老化了 我差不多都换了新的 你要是住不惯 就跟我说呀 我什么都会修 他这话说的 仿佛这里不是我家 而是他的家 四寸之间 沈家树已经把灯泡修好了 他按下开关 室内瞬间灯火通明 谢谢你啊 沈家树朝我摆了摆手 他吊儿郎当地 把工具包收回了原位 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暗了暗 这两天降温 你最好穿多点 这里的气候 可比北城冷多了 话落 他吸了吸鼻子 很快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妈跟我说 沈家树是个作家 似乎家里还挺有钱的 他爷爷非要他继承家里的公司 他不乐意 所以跑到了我们这边 买了套房子 全心写作 也是个怪人 中午吃饭时 沈家树过来蹭饭了 说是蹭 其实是我爸邀请他来的 这么帅还会来事 我爸妈喜欢他也是情有可原 家树 过两天我跟你叔叔要出去旅行 你这么会做饭 一定要好好照顾我们家小枝啊 听到我妈这么说 她轻笑了声 当然 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去吧 我闷头扒饭 兴致缺缺地反驳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再说我自己会做饭 我妈用筷子敲了下我的头 死孩子插什么嘴 你做的饭那能吃吗 家树做的饭是出了名的好吃 我跟你爸爸都认证过的 你有口福了 我才刚回来 我爸妈就要出去 好不容易感受到 有爸妈做饭的幸福 啪的一下 又没有了 我睡到十一点起来 想去厨房煮个米线 下一秒 门被敲响 沈家树提着一大袋子菜 站在门口 愣着干什么 外面好冷的 我如梦初醒 从鞋架上拿出一双拖鞋递给他 这么早 闻言 沈家树一脸猝暇地看着我 你妈说你喜欢睡懒觉 醒了肯定会饿 她让我早点过来 给你做饭 我抿了抿唇 有点不好意思 厨房的锅里 还在烧着水 沈家树看了一眼 料理台上的肥脂米线 你就吃这个 本来想随便对付一下的 我打了个哈欠 坐在沙发上 随意调换着电视频道 需要我帮你打下手吗 沈家树熟练地系着围裙 不用 你等着吃就好 开放厨房里 不断传出香味 我看着沈家树单手颠锅 侧脸的确是很帅 看着看着 竟从他身上 看出了人肤感 我后知后觉地 拍了拍脸蛋 视线又落在了电视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手机响了 屏幕上闪烁着 容彻两个大字 我顿了顿 没接 直到屏幕再次吸了下去 事到如今 我和容彻之间 还能说什么呢 沈家树端着菜 放在了餐桌上 许知 吃饭了 我应了一声 我妈说的没错 沈家树确实是很会做饭 红烧排骨 清蒸鲈鱼 酱爆鸡蛋 还有一份玉米铜骨汤 在空气中 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沈家树把筷子递给我 语气闷闷的 刚刚怎么发呆 不接电话 我抿了抿唇 前男友打来的 不想接 他点了点头 适时地换了个话题 尝尝看 这排骨我可炖了半个小时呢 好吃 不过你怎么那么听我妈的话呀 其实你不用专门来给我做饭的 没事 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烧菜而已 没有你我自己也得做呀 沈家树拿起一个小碗 给我盛汤 我刚来的时候 厨艺不佳 都是来你爸妈这里蹭饭 他们都是好人 所以照顾你是我自愿的 他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无端让我心头一跳 我低下头 没再说话 沈家树也吃得差不多了 他放下筷子 试探地问我 晚点要不要去听音乐会 你还有这爱好呢 我端起杯子 里面却是空的 沈家树很自然地接过 走到饮水机旁给我接水 是一支交响乐团 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去听 反正你这两天也没什么事情 一起去吧 我敏纯 对上沈家树诚恳的眼神 实在是很难拒绝 收拾好出门时 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沈家树的车停在楼下 他的视线落在我身上的红裙子上 眼神深了深 是不好看吗 我有些自我怀疑地朝身上看了看 没有 男人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挺好看的 金碧堂皇的音乐厅 我像是小鸡灼米一般 困得要命 要怪就怪我妈 把我生得没有什么艺术细胞 音乐会听到一半我竟然睡着了 而且是靠在沈家树的肩膀上 睡得十分香甜 许知 醒醒 迷迷糊糊 我感觉到 有人在轻拍我的脸 睁眼一看 沈家树那张放大版的帅脸 在我面前 我不自觉地咽了口口水 结束了 我们回去睡吧 在这睡会着凉 我耳根子忽然红了红 我们回去睡 这句话实在是太暧昧了 不好意思啊 我有些懊恼地站起身来 沈家树笑着摇了摇头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许多人都觉得听音乐会很无聊 你的反应是正常的 已经是晚上十点钟 路上行人明显变少了 我和沈家树都觉得肚子有点饿了 索性在街边撸了个串 才继续往家里开 你要是不喜欢听音乐会 下次我们可以换别的活动 看电影 滑冰 或者出门露营 我都行的 夜色下 沈家树的侧脸 棱角分明 让我产生了一种我们在约会的错觉 我笑着拨弄了一下头发 作家都这么闲吗 作家不闲 但我能抽出时间 我想了想 这话如果是沈家树说 确实很有幸福力 他们家本来就不缺钱 自然不会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我来这么久 从来没见过他带着电脑到处跑 和别的作家还是挺不一样的 你写什么类型的小说呀 悬疑 我点了点头 很快 沈家树的声音再度传进而里 白天你已经问过一遍了 许知 你的心思很明显不在我身上 我不一样 现在我的心思都跟着你走 心跳漏了一拍 我转过头 看着开车的沈家树 他看着前方 一点也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我侧头看向窗外 抱歉啊 我记性不太好 沈家树坚持要送我回家 楼道里站了一个男人 指尖夹着一根香烟 声控灯适时地亮了起来 是荣澈 一段时间没见 他似乎轻瘦了些 看到我和沈家树走在一起 他黑眸沉了沉 你来做什么 听到我这么说 荣澈将手中的烟头丢进了垃圾桶 不自觉扯出一抹自嘲的笑 你一定要闹着跟我分手 就是因为他吗 荣澈脸上 看不出什么情绪 语气却比之前更冷 和你有什么关系 许之 我认为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如果你闹够了 那么现在跟我回去 他伸出手要来拉我 却被沈家树挡掉 一改平日里的吊铃铛 沈家树周身气场逼人 这位先生 你没看到 他根本不想见到你吗 文言 荣澈似乎觉得很好笑 我跟他的事情 想必你不是很清楚吧 许之以前爱我爱到没有尊严 只为了和我结婚 我们只不过是吵架了 我作为男朋友来接他回去 你一个外人 凭什么插手我们感情的事 荣澈眼眶心红 寸步不让 我心里却毫无波澜 荣澈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吧 我们是分手 不是吵架 再有 我问你 你是怎么过来的 荣澈深吸了一口气 似乎在极力平复情绪 我托人调查的 他们说你在这里 许之 我在这里等了你一晚上了 你真的不肯跟我走 我笑了笑 语气平静 这里是我家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荣澈还想说点什么 却被我打断 那天你和魏晓月在休息间接吻 我听到他说你和他已经睡过了 荣澈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你装作不知道 事情就可以当作没有发生了呢 这件事我一直没有放到台面上来说 是觉得难堪 同时也给你留了面子 走到这一步 我们就好聚好散吧 行吗 荣澈张了张唇 她放在身侧的手 微微颤抖着 我说过 我可以解释的 小月那天叫我过去 我们喝了点酒 才会酿成大错 我不想再听荣澈说下去 索性拉下沈家树的脖子 吻了上去 老公 我们回房间吧 听到这句话 沈家树和荣澈 拒势一阵 许知 你 话音未落 我已经被沈家树抱到了屋子里 一道门将荣澈落寞的身影 隔绝在外 我从沈家树身上跳下来 头疼地往沙发走 要不你今晚睡客厅 万一她今晚不走 我们的情侣关系就漏险了 闻言 沈家树有些好笑 我就知道 你这么做是要赶走她 可是 沈家树话锋一转 她走过来 双手撑在我身体两边 气氛阴晕 许知 我们为什么不能是真的呢 她的吐息落在我脸上 弄得我五迷三道的 这家伙 真的有座狐狸精的天赋 我有些慌乱地转过头去 她蹲下身子 很温柔地给我脱高跟鞋 干燥地大手包住了我的脚踝 有种异样的感觉 我承认 我的确是对你很感兴趣 别急着拒绝我 我知道你现在还不喜欢我 但是给我点时间 好吗 我敏唇 还是摇了摇头 你刚刚也看到了 我刚结束了一段很糟糕的感情 况且她说得没错 我确实没有自我的爱过她 你不介意吗 沈家树看着比我还要小两岁 她的感情又能有多持久呢 如今只不过剃头挑子一头热 理智过后 她自己就会发现 现在的这份情愫不过如此 更何况我的心已经老了 不敢再去做赌注 这天 沈家树没有在我这里过夜 屋外 荣彻早已经不在了 沈家树临走时只留下一句话 我是真的喜欢你 许知 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荣彻没有再来找我 她这样的人 能放下身段来寻我 对她来说 已经是很难得了 上飞机前 她给我发了条简讯 许知 谢谢你的五年 我没回她 反手把荣彻拖进了黑名单 眼睛是长在前面的 目的是告诫人们 过日子要向前看 我怎么也没想到 几个月之后 我会接到周放的电话 许姐 荣哥出事了 周放在电话那头 支支吾吾 我听了半天才听明白 原来是因为那次意外 魏小月怀上了荣彻的孩子 她回来就是跟我争荣彻的 自然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可是荣彻不让 最近对魏小月的态度也十分冷淡 某次他们爆发争吵 魏小月直接气到流产 孩子没有保住 魏小月也被告知 再也不能生育了 荣彻派出去查的人说 魏小月在国外是有金主的 此前就已经为金主打过三次胎 也就是说 她根本留不住肚子里的孩子 荣彻知道了真相 狠心和魏小月切断了所有的联系 可魏小月怎么甘心呢 她在网上哭诉自己留了孩子 还被渣男甩 网友们最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 评判别人 不少人已经人肉到荣彻的住址 给她寄血淋淋的玩具 往她车上扔鸡蛋和菜叶子 现在荣彻已经被学校停职了 而魏小月也因为国外那些丑事被封杀 两个人都捞不到好 周放叹了口气 荣哥现在整个人颓废得不得了 过得很糟糕 徐姐 看在以前的情分上 你来看看荣哥吧 我自然是没有答应周放的 有句话叫 自作孽 不可活 我和荣彻早已经不是可以互相安慰的关系了 以后别再联系我了吧 周放 挂断电话 我把手机卡拔出来 扔进了垃圾桶 不知不觉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 这两年里 沈家书的爷爷病倒 他回去掌管了集团 后来又听说 他有意在扶持自己的弟弟 我和他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 我成功做到了分部的高层 在公司也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下班时 公司楼下停着一辆麦巴赫 沈家书靠在车窗边 一脸懒散 见到我 他眼睛亮了亮 从副驾驶 拿出一捧碎冰蓝玫瑰 阿姨的寿宴 我来接许大小街回家吃饭 我笑着接过捧花 你公司那么忙 怎么有时间过来 我现在是甩手掌柜了 我挑了挑眉 什么意思 我弟已经完成所有学业 正式接手了公司的经营 小支 现在我可以继续当我的懒人作家了 我扑斥一笑 沈家书将我抵在车门上 以后我就不走了 留在这里跟你打持久战 什么持久战呢 我洋装不知 沈家书却无奈地摸了摸的头发 别跟我装傻 我说过 我要把你追到手的 已经两年过去了 你还看不到我的心吗 我拉开车门 坐上了副驾驶 这可难说 我可不太好追哦 沈家书 男人站在原地 轻笑了一声 好 那我就追你一辈子 故事二 我在婚纱店做最后的时装 半个月后 是我跟顾怀景结婚的日子 虽然是定做的婚纱 但胸前和腰身都有点小 我去试衣间调整时 突然听到外面渐渐清晰的声音 哎 你知不知道啊 顾怀景前女友苏珍珍 离婚回国了 我记得她三年前 跟顾怀景分手的时候 顾怀景伤的那叫一个身 可不是 要不是七婉宁突然出现 陪她走过那段黑暗的时光 估计还走不出来呢 七婉宁是谁呀 京圈最初格的小公主 没想到为了顾怀景 还真变乖了 不过这苏珍珍突然回国 两人会不会结不成婚了呀 结婚请柬都发出去了 要是结不了 不得成为圈里的笑话呀 等他们的声音消失 我脱掉了不合身的婚纱 给顾怀景打去了电话 不是她接的 但在一片嘈杂声中 我却听到了她的声音 东施笑品 七婉宁连珍珍一根手指头 都比不上 有人接着说 七婉宁可是以前公认的 难追又难训 哥 你知足吧 顾怀景吃笑一声 多难训 这三年还不是跟条狗一样 在我身边转 可特么算是被她追到结婚了 哥 你不喜欢她呀 顾怀景冷着声音 你会喜欢一条狗 人群里有人继续问 那你干嘛要跟她结婚 空气突然沉没 半晌后 我听到了顾怀景的声音 她那么出格的人变乖 玩起来挺有意思的 我挂了电话 看着镜子里自己的黑长植 还有手臂上 锁骨上 已经洗掉的纹身 突然笑了 这个乖乖女 我真的装够了 顾怀景一周都没回家 我把婚房挂到了中介平台 这里面一砖一瓦 都是我买的 我都不想要了 忙完后 我终于接到了她约我见面的电话 她组的局 却是最后一个来的 进来的时候 后面还跟着柔弱 楚楚可怜的苏珍珍 跟我现在的样子 有五分像 她紧紧牵着她的手 像是生怕别人欺负她一样 保护的姿态做足了 空气一下子就安静了 谁也不敢开口 纷纷把目光看向我 我没有说话 低头看着手腕上 那根快要磨破的红绳 扯了扯唇 直到顾怀景把她带到我面前 七晚宁 这婚我就不结了 我掀了掀眼皮 很平静地看着她 你要退婚 她拥挤了苏珍珍 看着她一脸宠溺 珍珍回来了 我不想将就 你学得在下 也比不上她 你懂吗 我不爱你 我点了点头 嗯 她却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仿佛我不该 是这么冷静的反应 你也知道 我们是父母撮合的 我爱了珍珍五年 等了她三年 她被伤得太深了 我想给她一个家 我有点不耐烦了 抓起了身侧的包 好的 说完了吗 顾怀景愣了愣 沉默了半上才继续说道 我家这边我会处理 你家那边 你自己搞定 下周的婚 我们就不结了 好 我站起身来往外走 走到门口时 顾怀景突然叫住了我 七婉宁 我回头 她还站在原地 我却看到 她垂在腿边的另一边 手紧紧攥着 还有事 她猝眉 你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我想了想 其实很想说 我好羡慕你 你的白月光还能回来 我的却回不来了 最后只是淡淡开口 祝你们新婚快乐 关上门时 听到了身后的声音 不是吧 七婉宁就这反应 顾哥 你不是说她爱你爱的要死吗 怎么一点没闹啊 闭嘴 是顾怀景 运怒的语气 我没有回头 我早该明白的 顾怀景在下 也不是她 她怎么会舍得 丢下我看向别人 出来后 我进了一家理发店 剪掉了 留了三年的长发 一头利落的蓝色短发出现时 我好像有点做回自己了 又在我的手腕上 重新纹上了一串字母 J-N-E-Regul-G-M-I-S 法语 我从不后退的意思 最后 我来到了三年都没走进的店 阿坤 帮我把我的车推出来 从店里走出来一个光着膀子的肌肉男 他诧异地看着突然到来的我 眼眶都红了 半天才回过神来 宁 姐 是我 一个一米八戟大高个子的大男孩 左看看我又看看我 有点语无伦次 宁姐 你怎么 来了 我看向了摆在最显眼位置的那两辆车 一白一黑 笑了 还在呀 宁姐 这两辆车我每天都在擦 跟新的一样 你随时可以上路 你要去哪儿 要不我跟哥几个说一声 我摇头 带他出来吧 我想一个人去兜兜风 好 骑上去时 久违地感觉席卷心头 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骑车了 好像只要我不去骑 就能忘掉那年夏天发生的事 我回头看了一眼另一辆黑色的川崎 想到了那个人 阿坤顺着我的眼光看过去 红了红眼睛 我也在等野哥 小黑放在我这里 我一直没动过 跟你的放在一起 我就想着 有一天 他们总会再次上路 宁姐 三年了 我都把你等到了 会等到他吗 我微微愣了一下 原来都过去三年了呀 他们说 只要听一千遍反方向的钟 就可以见到想见的人 我都听完了 野哥怎么还没回来呢 我转头 鼻尖有一些酸涩 却还是轻声安慰他 都是骗人的 人死不能复生 然后发动了机车 阿坤不知道 我早就听了一万遍了 一路冲到了山顶 看着底下的风景 我大喊 齐也 我都听你的好好嫁人了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眼泪顺着脸颊滑落 骗子 你明明说要看我穿婚纱的 你看哪 我的婚纱到头来 还是只能穿给你一个人看 可是 不合身 我已经乖乖地吃饭 生活了 为什么还是不合身呢 你能不能抱抱我 风好大 我好累呀 空旷无人的山顶上 是无垠的星空海 月亮发出清幽的光 照耀在整片大地上 一切都变得温柔 身后 有稀稀苏苏的动静 我猛然回头 却空无一人 原来 只是重名声 整理好情绪下山 却突然看到 黑色的川崎不见了 阿坤 我赶紧下车朝殿里喊 车呢 谁骑走了 身后一声鸣笛 我的心比任何时候 都跳得快 不知道为什么 眼泪居然已经夺眶而出 我轻抚着胸口 慢慢转身 昏黄的路灯下 其也依靠在机车旁 黑衣黑裤 眉眼一如既往的张扬桀傲 野痞十足 他冲我挑了挑眉 我加小辣椒 怎么还是这么爱哭鼻子 时间好像回到了 我跟他的第一次见面 父母因为我不服管教而吵架 狠狠打了我一顿 我只是让他们 不要互相折磨早点离婚而已 有什么错 我逃了出去 一个人躲着哭 哭到一半 听到一声慵懒散漫的笑 谁加小辣椒 躲这里哭鼻子 其也双手枕在头上 慢慢起身坐到我旁边 给我递过来纸巾 一个人哭 太孤单了 反正你不认识我 我可以当一个安静的倾听者 那一年我们都是十五岁 我没有告诉他我为什么哭 但是他却陪我坐了一个下午 后来我认识了他隔壁中学的校拔 听说打假又凶又狠 还是个野种 没有爸爸 或许是缘分 我们慢慢认识 他会带我一起去山顶看星星 他把他的朋友们都介绍给我认识 我在家里没有感受到的关爱 他悉数给我 也会告诉我认真做自己 因为有的人就是喜欢这样的我 他会在我每一次跟家里吵架时 出现在我面前轻轻抱住我 让我尽情发泄情绪 也会替我报仇 教训那些说我坏话 说我不像个好女孩的人 他说 七婉宁 没有人能定义一个人的好坏 也没有人能审判你 你就是你 我也会教训那些说他是野种的人 会在他不想说话的时候 静静陪在他身边 告诉他 他不是孤单一人 我说 齐野 你不需要一定要怎么样才可以 因为你的存在就是意义 他们都说他那么桀骜冷酷的一个人 只有在我面前才变得温柔 像是两个在深海里沉浮的人 终于找到了属于他们的福目 我和齐野越走越近 高中毕业后 我们恋爱了 那晚我们一群人骑车到山顶 欢呼庆祝自己的成年 然后他悄悄在一群人后面牵住我的手 拉着我飞奔 天地间只有我们彼此的呼吸声 齐野 我们这样 像不像私奔 我还记得那个夏天 有着最圆的月亮 最闪亮的星星 最动听的蝉鸣 以及少年最真挚的眼睛 在星空下 我们拥抱接吻 仿佛这一刻就是永恒 齐野 你终于回来了 我好想你 我颤着声音 身子甚至在微微发抖 哭什么 过来 我抱 我大步冲过去 看到的却是阿坤推着车走过来 宁姐 你怎么哭了 不是野哥说的吗 他的车跟你的永不落单 我想着你骑走了 就把小黑推出来 打了打火 哦 刚才是我的幻觉呀 我背过身去 擦了擦眼泪 有人说 年少时不能遇到太惊艳的人 否则以后遇到的任何人都是儿儿 是我执念太深了 过去三年 都没有认清现实 还祈祷着真的有奇迹发生 回去时 所有人都在等我 看到我一头蓝发 一身机车服 我妈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你看看 你现在像是什么样子 哪有一点女孩子家的模样 怪不得顾怀景不要你 我站在门边 突然就不想进去了 转身要走 我爸叫住了我 还想去哪儿 滚进来 给顾家打个电话去 道个歉 就说自己非顾怀景不嫁 婚礼请柬都发出去了 哪有不洁的道理 还有 把你头上那乌七八糟的鬼颜色 给我弄回去 顾家不喜欢张扬的女人 懂不懂 我慢慢走到了他们的面前 笑了 为什么我要道歉 是他要给自己的前女友一个家 是他要退婚的 我成全他有什么错 我爸站起来 一巴掌就扇在了我脸上 混账 他糊涂 你还能糊涂不成 怎么不动动你的脑子想想 顾家能让一个二婚的女人进门吗 脸上火辣辣的痛 他继续说 就算是他外面有女人怎么了 这圈子里 谁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只要威胁不到你顾太太的地位 你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轻轻抚了抚脸旁 扯了扯唇 你们两夫妇能各玩各的 但对不起 我做不到 我爸气得胸膛起伏 顺手就抓起桌上的杯子 朝我扔过来 一个野种死了就死了 三年了 你还要死不活的 要跟他守寡一辈子吗 齐婉宁 我再说一遍 这个婚不可能退 你就算是死 也要死在顾家那边 杯子我没躲过 擦着我的脸过去 还是在我眉边划了一道血痕 恍然间 我想起了一些往事 齐也在那场比赛坠崖后 我得了重度抑郁症 手上全是割腕的痕迹 被庸人发现就回后 父母说我矫情 一个富家千金身在福中 不知福能得这种病 他们不理解我 也不关心我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他们在外面 就各自有自己的小家庭 我不明白 既然他们不相爱 为何要生下我 直到公司遇到危机 他们想让我去跟顾氏联姻 我不愿意去 他们把顾怀景的照片 丢在我身上 让我别演了 真不想活就去死 我低下头 扫到了那张照片 有一瞬间 我以为是齐也回来了 真的太像了 尤其是那双眼睛 像是濒死的人 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我答应了去见面 甚至为了他们说的 顾家不喜欢张扬的女人 我乖乖把头发染成了黑色 我想留在她身边 哪怕是看着这张脸 也知足了 却没想到 顾怀景主动留下了 我的联系方式 她先主动 于是我们就在一起了 后来我知道啊 原来她也拿我当替身 我们不过是各取所需而已 所以她让我留长发 我留了 她说喜欢我穿棉白长裙 我穿了 她说不喜欢我去抽烟 我戒了 甚至她让我别去骑机车了 我也听了她的 在别人眼里 曾经出格的 我为她变乖 爱她爱得要死 甚至连顾怀景 也这么认为 有什么办法呢 没有这张脸 我根本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所以 哪怕她一次次挑战 我的底线 我都认了 因为啊 看到她我就想起 齐也还在我身旁 从未离开 直到她的白月光回来 她的眼睛里 只有别人 我才从这场梦里惊醒 再想 顾怀景也不是她 临睡前 我意外接到了顾怀景的电话 你爸妈给我爸妈打来过电话 我想起晚点的时候 我在朋友圈里 发了三年来唯一一张机车照 下面有一个朋友留言 好撒 不一会 她的留言下 有了顾怀景的评论 谁会喜欢那么张扬的女人啊 真不适合结婚 所以 我打断了她 你放心 这个婚 不是你一个人不想结了 只是心里有点惋惜 我再也见不到她看我时 那双深情的眼睛了 顾怀景沉默 不一会就又笑了 语气恶劣 七婉宁 你要是能容得下真真 这婚我可以免为其难跟你结 不过 别指望我爱你 明白吗 反正都是应付家长 你这么爱我 你家又指望着我家 我可以圆你的梦 我摸了摸手上那串英文字母 慢慢笑了 顾怀景 你真要跟我结婚的话 苏珍珍知道吗 她没说话 只剩下有些急促的呼吸声 顾怀景 我知道你拿我当苏珍珍的替身 好巧 我也是 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最像她吗 我弯了弯眼睛 想到了齐也散漫地笑 是不说话 只看着我的时候 虽然 你不过是透过我看别人 但我一点都不难过 对着这张脸 我已经很开心了 我缓了缓语气 轻轻说道 所以 哪怕你让我做了很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也对你生气不起来 但就像你说的那样 我在学也不像她 你们的脸再像也不是一个人 所以 互为替身 我不欠你 也不爱你 这婚 就不 还没听我说完 顾怀景猛地挂断了电话 我吃了两颗艾斯座轮 只有在梦里 我才能见到齐也 回到我们最相爱的那四年 高考后 我们在全部好友的见证下 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了 你懂吗 和喜欢的人牵着手走在马路上 喝着奶茶 看场电影 哪怕不说话 静静看着对方 空气都是甜的 我们终于可以 骑上喜欢的机车 一起驰骋在天地间 阿坤说 野哥和宁姐 真是我见过最配的人了 站在那里 就是一部偶像剧 我夸他会说话 就多说点 齐也就双手插兜 依靠在机车旁 闲散地看着我 跟他的一众朋友们打闹 后来上了同一所大学 我们开始组建车队 一起参加比赛 老实说 他的模样真的很招人 天天被挂在告白墙上 上个课出来 都有女生递情书 她呀 怕我吃醋 就买通了校园广播站 天天给我写情书 念得我鸡皮疙瘩一地 她就搂紧我 笑 我写不腻 我以后天天给你写 很多人都觉得 我们俩长得 就不像是能长情的人 却没想到 这一谈就是四年 父母终于知道了 我恋爱的事 那天他们叫我回家 大发雷霆 让我赶紧跟这个野种分手 我不 我爸用棍子要打我 我扬起了脸 倔强 你们各自有自己的家庭了 这么多年来 没管过我 凭什么现在突然跑出来 干涉我的生活 我真的受够了你们俩的虚伪了 我在你们眼里到底是什么 一个工具吗 还是一个商品 我是你爸 给了你这条命 你这辈子都摆脱不了姓妻的命 我妈 是我太纵容你了 让你不知天高地厚 敢说出这种话来 是那个野种教你的吗 棍子要打在我身上时 是棋也出现救了我 他拉起了我 护在身后 这么多年来 你们从不管他 他没有享受到你们的爱 你们却想要让他 回报你们善意 凭什么 凭什么 就要让他对你们言听计从 这是我最爱的女孩 你们不爱他 我爱 你们不要他 我要 那天 他牵住我的手 走出了那个家 我们都没说话 他却抱了我一整晚 我们约好了 毕业就要结婚 只是 快毕业的时候 我突然无缘无故被跟踪 有时候 走在路上 都有花盆掉下来 棋也也变得有些魂不守舍 有一天 他突然问我 如果有一天 我不在了 你会怎么办 殉情 我没开玩笑 十五岁以前 我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叛逆不羁 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思 遇到他后 他是我的救赎 我不敢相信 没有齐也的日子 我会怎么办 不要 他叹了一口 就算我不在 你也要好好生活 好好找个爱你的人 结婚生子 听到没 我圈紧他的腰 你瞎说什么呢 这辈子我除了会为你穿上婚纱 我谁也不嫁 别任性 我认真的 你认真干嘛 说 你是不是背着我有狗了 他哑了哑嗓音 轻拂我的头发 我的公主 我哪敢呢 你肯定不敢 不然我就随便嫁了 让你追欺火葬场 是气话 他轻笑 要是有一天你真的结婚 新郎不是我 我就来抢婚 齐也说 要为我赢得比赛 用奖杯和戒指 在万众瞩目下 给我最热烈的求婚 却没想到 那场比赛 他再也没有回来 梦里的场景 换成了迷雾的森林 我只记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热得快冒烟的夏天 以及大屏幕上显示的 他坠落悬崖的消息 漫天的火光里 那一刻 耳边已经没有了声音 齐也 猛然惊醒 后背已经打湿了一片 手机响起来 是阿坤的电话 应解 下午盘山公路游场比赛 大家都在 你要来吗 来 不是我的主场 但我想 我总归是要向前看了 这个比赛就是小赛 后天还有一场国际性比赛 你要不要去 黄毛他们已经先过去了 我靠在车边 点了一支烟 嗯 去吧 我也得练练手 也去比赛 听说 有很多知名的车手会去 尤其是国外有一匹黑马 表现得特别棒 不过可惜 他从不摘头盔 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 要是能见到 我就去要个签名 我吐了一口烟 嘲笑他 瞧你这出息 等下次姐给你赢奖杯 阿坤又红了红眼 宁解 你这样 我真高兴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吸完最后一口烟 转头 却看到了顾怀景 四目相对 我明显感觉到 他看我的眼神亮了亮 七晚宁 我没打算理他 踩灭了烟头 被他扣住了手腕 我们聊聊 他站在我面前 挡住了太阳 逆着光 只剩下阴影 我静静看着他 这么像的一张脸 真可惜 却不是齐也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顾怀景突然提高了声音 七晚宁 你怎么敢骗我 他好像很生气 可我不明白 他生气的理由 只是挣脱开他的手 缓缓说道 顾怀景 你应该高兴的 不是吗 顾怀景沉了沉眉 堵住我 咬牙切齿 呵 我被当成替身 我高兴 七晚宁 你特么有没有良心 他的眉眼阴晕着怒气 怪不得你每次看我 都一副失而复得的样子 怪不得 你常常盯着我发呆 眼红 流泪 我特么还以为 你是真的爱我 甚至 还心疼地答应了 两家联姻的建议 我觉得自己以前 就是个杀笔 我静静听他说完 才开口 顾怀景 你不是也拿我当替身吗 你的白月光回来了 你可以不用 对着我饮阵止渴了 替身游戏 结束 他走进我一步 我感觉他下一秒 要把我的肩膀捏碎 所以自动往后退了几步 就算是替身 难道你变乖 不是为了我吗 你会为他变乖吗 想了想 我很认真地告诉他 不是 是想 如果我真的结婚 他能兑现承诺 来抢婚而已 也是我 留给自己最后的执念 你从来没喜欢过我吗 我抬头 很平静地看着他 你不喜欢我 我不喜欢你 这难道不是很公平吗 我喜 他顿了顿 眉心皱得厉害 当然不公平 齐婉宁 你不过是我身边的 一条狗而已 距离婚礼还有六天 你会后悔的 不后悔 我说 我收拾好行李 登上了去往护城的飞机 距离婚期还有四天 父母没有松口取消婚礼 他们还抱着一丝希望 我和顾怀警还能和好 我低头摸了摸那根 带了七年的红绳 想了想 看完比赛回去 要跟那个貌合神离的家 做彻底的断绝 我终于明白 有的父母就是不爱自己的小孩 我跟自己和解了 阿坤接我到的酒店 听说那个黑马选手也住在这里 说不定能碰到 我笑 你是他的小迷地 阿坤挠了挠头 我只是觉得 他的一些技巧 很像野哥 心口微微一愣 阿坤转移了话题 宁姐 我带你进去 咳们些都很想你 看到你来看他们的比赛 他们肯定会很开心 我们是要临近开始才去的现场 赛场上 确实看到了很多熟悉的老面孔 这些人 以前都跟着企业混 都有着不太好的绅士 是企业拉着他们走出深渊 然后有了一生要追求的目标 在那儿 黑色机车服 黑色的车 阿坤指着一个人朝我说 离得有些远 其实不太能看清楚 我看过去 很巧 那个人戴着头盔 也转了转头 很奇怪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双手突然发抖 心快要跳出喉咙 比赛开始了 宁姐 她是第一个冲出去的人 然后一起绝尘 就跟不要命一样往前冲 我突然想到了三年前那场拉力赛 起野赛前对我说的话 她说 她会带着冠军奖杯跟我求婚 我呆呆看着在赛场上驰骋的黑影 心里又酸又涨 我想 我需要一个答案 不管她是不是 我都想看看头盔下的模样 我拉着阿坤 先冲到了领奖台下 等待的这几十分钟 比任何时候都煎熬 就像是在机场里等一艘船 知道结局 但还是不死心 知道 大屏幕上显示 她已经冲过了线 得了冠军 她有着一个外国人的名字 我看着大屏幕上切换镜头 她食指中指并拢 放在唇边 向空气投掷一个热吻 那一瞬间 我感觉这个吻好像落在了我脸上 一片燥热 她随着工作人员慢慢走到后台 我脱关系也进去了 走到她前面 我知道这样很没有礼貌 但我真的很想看看她 我用英语问她 能不能摘下头盔 她没动 只是站在我面前 就连身材都这么像 我的心难以抑制地 咚咚咚跳个不停 她终于开口了 Sorry 对不起 对不起 那一刻 我周遭一片冰凉 果然 不是吗 又想起了那年夏天 其也问我 如果她不在了 我会怎么办 我说我要殉情 可是我没死成 我低着头 嘴唇都在颤抖 终于 没有了念想 转身要走 却突然被人拉住了手腕 我低头 视线从她骨节分明的手指 移到青筋泛起的手腕上 那里带着一根 跟我手上相同的红绳 早已磨损得不成样子 那一瞬间 我脑子一片空白 一滴泪 却打在了她的手上 我看着她 单手解开了头盔 看着那张朝思暮想的脸 出现在我面前 就连嘴角勾起的弧度 都是一模一样 其也 是我的其也 我好想 好想你 可是 张了张嘴 什么阴结都没有发出来 我终于理解了 激动到诗语是什么状态 三年过去 她好像没变化 还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人 又好像变了 不然 为什么我的视线一片模糊 其也站在灯光下 光运在她的身上 镀了一层金黄 她逆着光 眼底涌出笑意 朝我勾了勾唇 我的小辣椒 怎么 不认识我了 我再也忍不住 扑进她怀里 哭到不能自已 你怎么 才回来啊 听说我的小祖宗 要结婚了 新郎不是我 我当然是回来 抢婚 她揽住我 亲吻我的头发 可我分明听到 她的声音里 有微不可查的颤抖和哽咽 我抱紧她 抱紧她 任由泪水不停流下 生怕下一秒 发现这就是我的一个梦 是幻觉 我太害怕了 所以 哪怕是幻觉 也让我晚一点醒来 对不起 我说过要带着冠军奖杯 向你求婚 晚了三年 你怪我吗 我摇头 不怪 只要你能回来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你 这天的颁奖典礼上 琪也为我献上了奖杯 以及一枚迟来的戒指 我在台下看向她 现在的她 和多年前的她 身影重叠 迟到三年的承诺 终于等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那晚 我们把多年来的思念 都化成了动作 不断在汗水和眼泪中 一遍遍占有彼此 哪怕精疲力尽 也不愿意停下 最后在她的怀抱里 她才慢慢告诉我 这些年发生的事 很狗血 她和顾怀景长得那么像 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兄弟 齐也妈妈也是附加千金 当年跟齐也爸爸自由恋爱 却不想顾怀景的妈妈 从中搅和 给她爸下药 怀孕上位 齐也妈妈眼里容不下沙子 无奈离开 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后来顾怀景的妈妈 知道了他们的存在 暗中不断打压他们 也渐渐让齐也妈妈 动了抱负的心思 于是 她掌控齐也 让她去国外 接手舅舅的事业 打击顾家 齐也不愿意 因为有我 所以齐也妈妈对我下手 我突然想起 那些无缘无故的跟踪 恍然大悟 齐也害怕了 求她不要动我 已经偏执的妈妈 给出了条件 不动我就让齐也离开这里 于是 设计了一场假死 齐也被带去了国外 这三年 她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就是为了能早点见到我 她的声音里 加着一丝哽咽 你不知道 我有多想你 她像是在讲 别人的事情一样 讲这些年 在她身上发生的故事 如何从灵学习管理公司 如何证明自己 如何才能挣脱 偏执妈妈的掌控 她不敢见我 不敢联系我 都是为了保护我 短短几十分钟就讲完了 但我却知道 她的这些日子 过得有多难 她还能站在我面前 是花了多少的努力 我抱紧她 她也紧紧抱住我 像是要把我 揉进她的骨穴里 每次想你想到快发疯了 我就用笔尖狠狠戳在自己的手腕上 我告诉自己 要快点 要快点成功 不然我的女孩会等不及了 我承诺过她 要在赛场上为她赢取奖杯 我不能食言 我说过我要娶她 她很傻 会一直等我的 所以 我疯狂学习 然后慢慢脱离了她的掌控 才终于能够站在你面前 我知道的 泪水干了又流 像是都把这些年压抑的情绪 都发泄出来 她轻轻抚摸着我的脸 在额头上印上了一个温柔的吻 我的小辣椒 要跟我结婚吗 距离婚期 还有三天 我拉着齐也 先去领了结婚证 看着刚印戳在我们两个人照片之间 我笑着笑着就哭了 齐也手忙脚乱 给我擦眼泪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来晚了 我轻轻摇头 抹了妈脸 只要结局是你 晚点也没关系 与此同时 圈内突然流传出了一张照片 机车上 一只纤细白皙的手底 在当下最炙手可热的赛车冠军胸前 而他满是纹身青筋凸起的手臂 搂紧了女人的腰 荷尔蒙溢出屏幕 这是那天比赛结束后 阿坤他们在现场拍的 照片不知道为什么传了出去 就连我们圈子里的人都看到了 在群里 有人刚发出了这张照片 就引起了极大的讨论 这个女的 怎么跟七婉宁这么像啊 不对吧 七婉宁不是黑长直淑女群吗 怎么变成蓝色短发 吊带热裤了 这好像就是七婉宁最早之前的模样 照片上的男的 有点像顾哥呢 卧槽 顾哥什么时候会玩车了 不是顾怀景 好像是国外一个赛车手 有一说一 这两人看起来真配 可是顾哥不是昨天还跟咱们喝酒说 婚礼前 七婉宁就会后悔 回来找他结婚吗 嗯 所以顾怀景以为七婉宁没他会死 合着到头来 人家是拿他当替身啊 我在婚房里是七爷早就定制好 空运回来的婚纱时 接到了顾怀景给我打来的电话 七婉宁 他是谁 我正在整理裙摆 是七爷帮我接的 他看了看我 低头笑得散漫 嗓音慵懒 前任哥 介绍一下 我是他合法的老公 我跟七爷约了大家出来 在盘山公路上 骑着我们的爱将 和大家一起冲到了山顶 大家又哭又笑 他在身后紧紧牵着我的手 仿佛又回到了十八岁那年夏天 小辣椒 要不要跟我一起私奔 我眼含热泪 这次 我抓住他的手 奔逃在夏日的夜晚 我点起脚尖 亲吻他的唇角 却被他反客为主 掐紧我的腰 俯身长吻 熟悉的 柔软的 疯狂的感觉 都比不过失而复得的惊喜 可却弥补了我们沸腾的 滚烫的 烂漫的 破碎又没有结局的青春 我不知道 我们算不算相互救赎 我只知道 在每一场奔赴里 爱都是最伟大的真命题 在阿坤殿里闹了半宿 快天亮才睡着 我醒来时 大家横七竖八 倒在角落 我好喜欢 好喜欢现在的氛围 打算出去吹吹山风 却意外看到了顾怀景 她颓废地 蹲在电线杠下面 脚底一片烟头 还有很多空酒瓶子 我不知道 她是多久来到这里的 也不知道 她待了多久 更不知道 她要干嘛 我不想看到她 却还是被她 快一步挡在了面前 七晚宁 我们结婚 她从怀里 掏出了户口本 我不知道 她在玩什么花样 退后了一步 举起了手 顾怀景 我已经结婚了 看着我手上的戒指 她将在了原地 你跟那个赛车手结婚了 我点了点头 她突然发怒 你怎么能这么随便 你们才认识几天呢 凭什么她可以 我 话说到一半 她顿了顿 语气放缓 静静看着我 婚礼我还没有让家里取消 两天后 我们如期举办婚礼 行吗 我摇头 婚礼不会取消 我直接换人 一瞬间 她待在了原地 片刻后 她笑了 那个赛车手要是知道 你当她是替身 肯定会跟你离婚的 齐婉宁 别胡闹了 跟我结婚 才是你的最佳选择 哦 顾怀景不知道 齐也就是我 一直以来的爱人 放心吧 我们不会离婚的 这个时候 齐也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双手环住了我的肩膀 在我唇边印上一吻 因为背叛的人 会下地狱的 看着这张和她 极为相似的脸 顾怀景什么也没说 失魂落魄地走了 婚礼前两天 我跟齐也 正在修改邀请名单 只邀请最亲近的好友 办一场属于我们的婚礼 忙得焦头烂额 却意外接到了 苏珍珍打来的电话 语音那头 她小小声啜气 你能不能见顾怀景一面 她喝酒喝到酒精中毒 进了医院 我有些迷惑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苏珍珍哽咽着声音 我一直以为 顾怀景是真的还在等我 是真的爱我 我以为我回来后 她就会坚定地站在我身后 那一周时间 她确实陪着我的 可是却一直拿着手机不停看 我知道她在等你的电话 但是你一个问候都没给她 所以她带我来见你 说退婚 其实是为了激怒你 但你很冷静地离开 你不知道你走后 她发了多大的疯 我终于明白 原来她在这场替身游戏里 对你动了心 知道你跟别人在一起 她不停喝酒 嘴里念的都是你的名字 我醋了醋眉 打断苏珍珍 这些我不想听 我不爱她 一次都没有动过心 她也不爱我 只是不甘心 自己在这场关系里 没有占据主动权而已 然后挂了电话 婚礼前一天 企业的公司 高调收购了顾家的公司 他们才终于知道 原来顾家 还有个私生子在外面 不过却没去争夺家产 而是和母亲一起联手 一招致命 那天被热议的一点还有 齐也跟顾怀警长得 很像很像 就在此时 齐也宣布 要跟年少时的挚爱结婚 婚期就在第二天 大家才反应过来 那个赛车手就是她 她就是我死而复活的白月光 我爸妈很高兴 以为傍上了新的摇钱树 但那天 我带着齐也回去 告诉他们 齐婉宁和七家 就此断绝关系 我以前一直很不下心 内耗自己 是觉得 他们给了我生命 更因为 我对他们还抱有幻想 期待他们的关心 理解 肯定和爱 可是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是我能选择的 但既然已经到来 我便是独立的个体 在我一次次被他们的情感伤害 被病痛折磨时 他们远远看着我 任由我沉溺在那片深海 一次都没有拯救我 既然得不到 那便不要了 这世界上 本来就不是人人都能获得亲情的 接受某个情感的缺失 也是成长的命题 我离开时 父母站在我面前 我第一次在他们脸上 看到了慌乱 可 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婚礼当天 我穿着齐也置办的婚纱 很合身 我问他 你怎么知道我现在的尺寸 他捏了捏我的脸 因为某个小朋友 肯定在我不在的时候 没有好好吃饭 他一身鼻挺的西装 少了年少时的桀骜与野性 多了些成熟与温柔 他从后面轻轻抱住我 我看着镜子里 我们两个人的模样 微微红了眼眶 这一天 我等了太久 太久了 齐也抬起我的下巴 气温我的眼角 我加小辣椒 怎么还是这么爱哭鼻子 一句话 又让我快憋回去的泪 瞬间流下 那天在山下 我想象他会这么说我 可只是幻觉 如今幻觉成真 失而复得 上天是如此厚待我 我扬起脸 回吻他的眉眼 因为啊 我知道 有人会为我擦眼泪 有人会等我一起看春天的雨 夏天的风 秋天的落叶 冬天的雪 于是我哪怕偶尔独自一人 也敢勇敢向前 因为笃定了山崖尽头 终有长风狂野 而我爱的那个人 会在那里等我 告诉我 你好 又再见面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